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很受歡迎的薯仔煮法 我們有三個薯仔煮的薯仔 50克的芝士, 今次我選了一個瑞士的Guerre Cheese 也可以用車打芝士去代替 有少許Ground Nut Mac 一塊的薯尾草 一塊蒜頭 20克的牛油 有些法式的鮮奶油 鹽和胡椒粉 現在用中火燒熱一隻鍋 然後用20克牛油 接著我們放法式的鮮奶油 目的就是慢慢把牛油溶掉 現在我們可以放一些蒜頭 和少許的Nut Mac 加上兩片薯尾草 加上少許鹽 加上少許黑胡椒粉 加上少許黑胡椒粉 等它沸騰的時候 就可以把那兩片薯尾草拿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薯仔切成薄片 大概四份一吋的厚度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就把牛油塗在鍋子的旁邊 我們現在可以逐層鋪的薯仔 鋪了第一層 你見到我只用三個薯仔那麼少 但其實這個菜可以夠六個人吃 甚至八個人 因為出到來其實都會很膩 我們現在就把少許奶油鋪上去 然後把醬汁倒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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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幾塊不要浪費, 放進去 現在把芝士刨碎 刨碎就可以了 然後灑上薯仔上面 放進一個預熱至180度的焗爐 焗35分鐘 這道菜絕對適合一大班朋友來做 因為賣相又好, 又易做 而且不用每次都吃焗薯, 焗雞蛋